為了備戰2020東京奧運資格賽 這次的國際女子足球友誼賽中華女將們 將在11月15號晚間7點 在主場台北田徑場迎戰來勢洶洶的泰國隊 雖然只是友誼賽 但是仍舊會影響著國際排名積分 而泰國隊目前排名39名 中華隊則是排名第40名 兩隊目前在國際組總FIVA的排名 僅僅只有相差一名 中華隊隊長表示 不論如何都希望可以在主場贏下這場比賽 來回應進場支持的球迷 先把球可以主導球 然後最後可以贏的比賽 就是最終目標 但也是磨合比較多 因為畢竟我們一起練習的時間 真的沒有很多 在自己組場當然要說有信心啊 對 可是因為我們暑假的時候 有去跟他們友誼賽 嗯 我覺得我們都處在於換血的狀態 就是他們有年輕的 然後我們也有年輕的這樣 只是礙於明天這場比賽是國際友誼賽 然後不知道對方會怎麼排 當然我們教練是 我覺得幼後教練是一個很敢嘗試的一個教練 他可以 就是明天也不知道他的陣容是怎樣 對 當然 每一個人都很期待可以下場 然後又可以提醒他們 雖然在徵兆的過程中有些波折 但木蘭女將們仍然以最完整的陣容 在主場引戰泰國隊 也希望各位球迷能夠到台北田徑場 進場支持中華女將們 當他們的第12位球員 記者黃彥誠 林冠婷的採訪報導 並張文章 Kern 文章